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耶利米书第五章 昨天我们看见上帝问以色列人 为什么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一边是拯救他们的神 向他们守阅施慈爱的上帝 另外一边是偶像 他们曾经在耶稣亚做王的时候 透过宗教改革把这些偶像给除去了 现在摆在他们眼前 为什么他们犹豫不决摇摆不定 这让我们想起 耶稣亚当他为以色列人分地过后 他就曾经召集这些的领袖 问他们说 你们要先做一个的决定 要侍奉耶和华 还是侍奉这一些在旷野的生命 至于我和我家 耶稣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当时候以色列人做了选择 他们要侍奉上帝 那是一个对的选择 那是一个有智慧的选择 然后来到耶利米的时代 来到宗教改革 刚刚在伊西亚的时代 才进行过的一个宗教改革 宗教翻新更新的年代过后 我们发现到 现在以色列人竟然陷入一种 犹豫不决 不懂得选择的局面 这是难以教人相信的 这是匪夷所思的 我们看到来到第五章 上帝就说他审判犹大人 或者耶路撒冷的居民 或者叫以色列人 就广义来讲 那是完全公义的 我们看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 他说你要走遍耶路撒冷街道 在广场当中来去寻找 看看有没有人行公义 求成时 若有 我就赦免这个城 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就想起亚伯拉罕 跟罗德 为了罗德的缘故 向上帝讨价还价 对吗 如果索多玛 有五十个义人 那怎么样 上帝难道你会为五十个义人 你不保留这五十个义人吗 你会为这五十个义人赦免那个城 上帝说他会 然后减价四十个 三十五个 三十个 一直到最后 剩下十个义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我们看到 苏多玛俄摩拉 始终被毁 罗德一家被拯救出来 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熟悉旧约 熟悉摩西五经 我们立刻会想起 这一个的事迹 他在类比什么呢 他的类比 当时候的耶路撒冷 其实就像索多玛 和摩拉一样的糟糕 走在街道 走在广场 竟然找不到一个 行公义 求诚实的人 否则上帝必要赦免 因此这就说明 上帝的审判 那是公平公义的 再来 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 就继续说到 这些的百姓是 在神的面前 故意行恶 他们对神是装假的 第二节说 他们说 他们说 我对永生耶路华起事 但是所起的事 其实是假的 他们不真正敬拜上帝 他们口中敬拜神 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 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法则 他们是故意的拒绝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法则 上帝说在第四节第五节说 上帝要去寻找这些尊贵人向他们说话 他们应该知道耶路华的作为 知道上帝的法则 然而第五节的结尾说什么呢 这些人却齐心将恶则断 增开绳索 他们是故意不愿意来去顺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再来他们还怎么样呢 在第十二节说 他们说上帝这一个是虚假的 甚至是轻看神他自己的话 在第十二节他说 关乎耶路华他们说了虚晃的话 他不会的 灾祸必不灵到我们 我们也不会遇见刀剑和饥荒 先知不过是一阵风 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这灾祸就立刻灵到他们了 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的百姓 传虚假的作为 传讲虚假的上帝 这里说先知不过是一阵风 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这些的假先知 好像过眼淫淫一样 他们所讲的东西像一阵风 站立不住 毫无痕迹 没有真道在他们当中 然而百姓却去拥护这一些 然而耶利米说传讲 关乎上帝的审判悔改的信息 当时候却没有人愿意听 他们是故意的行恶 不遵从上帝的话语 这一个先知不过是一阵风 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这可以说是指向假先知 那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因为在上下文当中 或许指另外一种就是百姓的态度 轻看先知的这一种的提醒和教导 轻看也利米先知 因为在后面就讲到说 第14节上帝讲说 看啊 我必使我的话 因为他们说这话 我必使我的话 在你口中为火 使百姓为财 火要将他们给烧灭 因为他们轻看先知 又或者他们听信假先知 那么上帝说 好了 你们既然说没有审判 你们既然说不会有刀剑 这个时候我要用我的火 我要用我的话语来吞灭你们 上帝审判的信息必要吞灭他们 像火烧什么呢 这般的百姓就是那审判的对象 非常的可悲 我们看到上帝是定义要审判耶路撒冷 其实当我们读猎王记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帝已经立下这样的心知 上帝已经这样子说了 在约西亚甚至约西亚的时代 上帝也说他必要审判 但是因为约西亚的缘故 这个审判延迟了 然而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 并不是不公不义的 而百姓的的确确在这些的情况当中 没有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然而在所有审判的信息里面 其实我们都能够找到或者隐约的看见 审判他的心意 至终并不留在审判 在第18节怎么说呢 18节那边说 就是在这些日子 我也不会将你们毁灭静静 我们就看到一个转类点 我们就看到一个的应许 我们就看到上帝 他的爱 他的心意 他说就算在这些日子 我也不毁灭 就算在这些被百姓离弃他 这些百姓不听他的话语 就是在审判的日子 上帝说 他也不毁灭他的子民 他真的是那一位 在审判当中 为了把我们挽回的神 好像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为了把我们给挽回过来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我们不轻看他的管教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怜悯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你提醒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 借着传到人 借着讲台的信息 甚至借着属灵的长辈 要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软化心 能够转向你 你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